好开始 他这篇文章就是讲的是 他构建了一个新的text animator的方法 然后可以将一些文本可视化 然后先看一下背景 就是说目前TRV T2V 就是那个text to video 他在将文本可视化为视频方面 人人就有一些欠缺 然后呢本文是提出了一个text animator方法 他这三个当中 他这个方法里面包含三个modules 然后第一个module是text embedding module 然后这个是用来精确描述视觉文本的结构信息 第二个是a camera control module 这个是用来控制相机的运动 最后是a text refinement module 这个是可视化文本的运动 然后后面两者同时用来增强视觉文本的稳定性 然后那个先来看video generation 他一些情境 就是他一般就是比如说广告里面 制造商的一些logo或者口号 或者那种衣服上印的字 然后他要拍成一个广告的视频 那么就需要文本和这个产品同步变化 就比如说下面这些图 然后他这里都有什么cafe stop classic这些词 然后比如说他这个广告里面 他会他会把就比如说第二张图 他会从后走到前面去 所以这个stop他的位置就会慢慢变化 那么就是看这个视频里的这个文字是 就是能不能精确变化 然后目前有的一些问题 就是目前的那个text video 他是可以理解这一些那个文本的信息 比如说他你跟他说一个人在路上行走的话 你输入这个文本 然后他会生成对应内容的视频 但然后但是就比如说刚刚那个张图 他这个右下角一个人印有穿着一个 印有beauty的T恤 然后在行走的话 就是就是那个他是处理这个beauty字 比较难 所以说然后然后呢 而且就是现在是多用那个text to image 加上image to video的方法 然后那么他是他是有两部分的 然后第一就是他这个现在的image to video 是有两两个缺陷 第一个就是他一般学习的都是自然场景中的motion pattern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忽略了一些这个visual text 就是他的数据集里面就不包括这种印有beauty的T恤 这个样子 然后然后text collapse 然后他就会有这个问题 那么如果说帧数增加的话 他这个字就会越来越模糊 然后所以说就是这是现存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篇文章他的贡献就是text animator 一方面是可以在视频中生成视觉文本 第二方面就是保持这个结构的一致性 然后另外呢他就是设计了这三个模块 最后就是他发现这个功效是比直接的 另外的text to video模型和text to image 加image to video模型是效果好的 这篇文章主要干了这些事情 对 这个text to image 然后text to image 然后image to video这个方法 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没有计算资源 没有什么没有计算资源嘛 你没有计算资源 然后text to image 是现有的一些算法嘛 然后image to video 其实一帧一帧合成嘛 他也是很多时候也是现有的算法嘛 所以他其实就是借用的现有算法 去快速的完成这个功能 就是这样子 对 喂 是是然后然后那个你是没说话了吗 对对对信号不太好 对我感觉这么好中间你应该会讲话 你都没讲话很奇怪 然后就是那个 然后他现在介绍了一些相关工作 就是第一个是visual text generation 然后这个部分是将特定的文本 融入图像或者视频当中 从而可以生成一些可视化的文本 然后他现在是基本上依赖于text encoder 还有一些文本条件的control message 然后目前呢 他是都是集中于t2 image这个模型上的 而不是t2 video上的 然后这个创新是那个 这是他的创新所在 就是他直接完成了t2 text to video 然后其中呢 他这个他那个常用的这个text encoder呢 他一般是用那个大语言模型来实现的 因为现在大语言模型也证明了他有很多功能 但是呢他这个转化的时候 他忽略了一些字体的特征 然后目前的一些text 目前用这个text encoder 还有这个t2 image这个模型 就是用到比如说glyph draw 还有ppoc2 v3 嗯 然后video generation的话是他的就第二个方面 就是说在目前的这些方法中 基本上用的是就是自动回归的方式来生成一些长序列的视频 就比如说nua这个模型 它是基于一些自回归的transformer 然后结合了t2 image 然后t2 video和视频预测三个任务 嗯 最后是controllable video generation 这是传统t attacks to video的一个特征 然后但是作者发现他的缺陷 就是尽管他们在运动训练方面有效 但他们通常在每个模板级上训练新的模型 所以说就限制了他这个有效性 而作者是采用了一个dual control双轨控制 分别是摄像机姿态 就是那个camera control 还有一个是位置轨迹 两者同时来有效控制这个视频运动 使生成更加稳定 然后这个是他完成的这个这个这个模型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总的框架 就是说他这里面涉及到了四个modus 第一个是text embedding injection module 这个紫色的 第二个是这个text glyph和position refinement module 然后第三个是camera control module 然后第四个呢 就是这个这里的这个东西 这个蓝色的是叫3D unit module 然后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体的框架吧 就是 先来看下面一部分 就是他完成的这个主要内容 就是首先他是 他是就是左边 他这里有一个ZT 然后这个ZT呢 它是一个噪声 噪声那个input 就是输入一个噪声 那么这个ZT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是他先把一个input video X0经过VAE 然后输入到VAE里面 然后把它投射到一个latent space 投射到浅空间里面 然后获得了一个Z0 然后呢 他他得到了就是有N个 这个latent features 然后Z0 然后把这个Z0 然后让然后把它加入到一个 这个噪音上面进行扰动 然后这个噪音呢 它是在T T部 以T部长震态分布的 然后最后呢 经过这个Z0 经过扰动以后 他就是那个 得到了ZT 然后这个ZT就是这么获得的 然后呢 上面的DT在哪儿 上面的DT在哪儿 哦 就是这个 对 我从左往右讲了 然后呢 他暂时把其他 就是其他三个module 待会儿再具体讲 然后把这个三个module的 里面的生成的一些features 把它输入到这个 神经网络 这个里面 就是这一整个 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神经网络 然后经过这个神经网络以后呢 他是用来预测一些 added noise 然后 然后就会得到一个 这个output 这个就是倒过来的E 然后加一个T 就是这里这里写着的 然后他这个 这个这是他得到的一个输出 然后这个输出呢 再把它 那个加到那个V 这个VAE 这个decoder里面去 经过这个decoder以后 他最后可以获得一些 final output videos 就是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流程 然后呢 主要的部分 他是在这个神经网络 这个上面 就是他是进行了一个 降噪的过程 然后在这个降噪的过程中 他用到了另外三个modules 然后一个一个来看 就是这是那个 那个第一个module 第一个module 我们先来看这个camera control module 然后就是camera control module呢 他是先 先这里有一些camera pose information 就比如keE k2 E2 kN E2 这些 然后这些东西都统称为sc 这个sc是用在后面的公式里面的 然后我们现在先得到了这些camera pose information 然后呢 在这个部分 就是把它输入到control net 这个过程中 他是先进行了一个plucker embedding的方法 就是他得到了一个虚平面 实虚平面 就是那个纵坐标是虚楼的那个 虚平面上设一个点为uv 然后呢 他把这个puv 就是一个矩阵 表示为零x乘duv和duv 然后其中这个零 零零零 不是这个零 就O O是世界坐标空间的一个相机中心 然后呢 就是他相机定位的那个中心 然后duv呢 是就是整个世界 他这个坐标空间 就是一个三维的空间里面的一个方向向量 然后呢 他这个duv是把它写成了这个形式 就是这个公式 然后其中r是旋转矩阵 然后小t是平移向量 然后呢 然后呢 所以说他最后就把这个p 他就变成了一个和宽 高 还有帧数 以及这个原来的这个r6 就是都相关的一个维度 然后呢 他通过这个plucker embedding 把这个ke输入到了这个control net 我们称它为 因为是camera control net 我们就称它为nc 然后把它输进去以后呢 然后再去 它会输出一个结果 然后这个nc呢 它是有四个 四个blocks 然后每个block里面 有一个residual based 剪辑块和一个transformer based temporal attention块 然后通过这每个通过这两个块呢 它最后可以生成出来一个fkc 也就是我这里标的 相当于就是nc 括号sc 就是把sc输入到nc以后 它会得到一个fkc 然后fkc就是它这个经过输出的一个结果 然后呢 它这里把这里fkc呢 它会沿着沿着这里这根线 一直输到这个 入到这个神经网络 sandy unit module里面去 然后会发现它这里对应的是 每一个这里的temporal attention block 然后这个temporal attention block 也就是说把这个 那个fk和zk进行了一个 就直接通过pixelwise addition的方式 进行了一个fusion 然后输入到这个unet里面去 获得这些红色的blocks 这个是这个camera control module 完成的一个工作 就是下面红色圈的这一部分 然后第二个部分 因为它是双轨控制 它双轨控制分为两个 一个是camera control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部分 一个是position control position control就是这个module来完成的 就是它是它的目标是输入 那个peori就是peoriginal和georiginal 它这个peoriginal pe是position map的意思 就是这个文本的位置是哪里 然后georiginal是这个 根据这个文本的位置 它使用一个统一的字体样式 从而把这个文本 那个映射到这个图像上面去 所以就是在乎的是一些字体 等特征 然后就是把它分成这两个方面 然后呢它这个 首先它这个 这一部分完成的主要工作 就是把这个peoriginal和georiginal 就是就是这个peoriginal和georiginal 最后变成左边的这个pepn和gegn 就是完成这么一项工作 然后具体的话呢 它是它是首先它是那个 看它这个generation部分 是怎么完成的 它这里generation部分 就是它这里是用到了 这个camera poseinformation camera poseinformation 是把它输入到这个里面去 然后把这 然后结合这个peoriginal和georiginal部分 通过这个camera poseinformation 进行扭曲 然后来进行generate的 经过这一部分以后 它可以伸出成peoriginal peoriginal 一直到pnoriginal 然后同样的也是georiginal 一直到gnoriginal 就是这是generation做的一个工作 然后具体来说呢 它是就是先拿peoriginal peoriginal就相当于是第一帧的一个部分 然后它是 不管先是peoriginal好 也是georiginal也好 就是它先给定你一个第一帧的一个映射 称这个映射为n 然后再设一个固有参数为k 然后呢第一帧的变化矩阵 我们就设它为t1 那么同样的dn帧的话 就设它为tn 然后我们现在要把第一帧 把它变换成第二帧 然后这里需要用到一个 第一帧到第二帧的一个变换矩阵 也就是这里写的这个t1箭头2 然后它的表达式是t1的逆矩阵 点成t2的矩阵 这是第一帧到第二帧的一个变换矩阵 然后呢它又设了一个投影矩阵 p p等于这个固有参数k 去乘以这个变换矩阵 等于k点成t1箭头2 然后这是第一步 然后第二部分呢 就是它现在已经有这个 第一帧的一个像素坐标矩阵了嘛 也就是这个t1 然后呢把它就是从二维 然后映射到三维当中去 就是把它通过这个camera pose information 把它划成为从二维的一个矩阵 划成为一个3D的空间 就是相机坐标系 把它对应到相机坐标系的一个3D点中 然后这个点就是称为这个point 这是一个命名定义 没有关系 然后比如说它同一行上的文本呢 它就会对应到3D空间中 它的深度就是相等的 然后呢 它先把这个2D投射到3D里面 然后它再用这里的这个变换矩阵 第一针到第二针的变换矩阵 把这个3D点 然后把这个那个点变化为 第二针的一个3D的坐标系 这样第一针的那个3D坐标系 就会变换成第二针的3D坐标系 然后呢 它再用到这里的这个p投影矩阵 它再把这个3D点 先把它转化到这个 第二针的3D坐标系里面以后 再通过这个p 投影回原来的这个像素平面里面 这样它又变成那个2D的了 然后再进行归一化 然后这样以后呢 它再把这个投影坐标 把它约束在这个图像的边界里面 因为图像有h和w的那个大小嘛 然后这样以后 它就得到了这个第二针的图像 所以它就是通过这个部分 它是把第一针转化为第二针 然后先是就是2D转化为3D 然后通过3D的变化再投影回2D 然后呢 在第二针到第三针 第三针到第四针 这样以此类推 所以它就得到了p1 通过p1original 得到了p2p3 一直到pnoriginal 这是它这个generation 下一针下一针 它其实在做后面的就是n个针 是不是 什么 它其实在做的事情是它从第一针开始 然后得到第二针第三针 它就是说怎么去做 用那个camera pro对 它也结合 就是它这当不要用到这个camera pose information ok 好吧 就是把它给实际生活中那个相机 虽然理解比较比较繁琐 好像操作比较繁琐 但我现在现在就强行理解 就这个意思吧 反正就是它这它的目的就是为了 从第一针开始 一针针往后去生成吧 生成它的position对吧 嗯 然后呢 然后呢它的就是它经过这个generation部分 它先得到了这个p1到noriginal 然后呢它再通过这个refine refine以后它又得到了p1到n 也就是就是把这个就是相当于这个original 变成了p1到n 那么它这个refine是这么做的 就是它先提取了这个pnoriginal中的一个质星 然后呢它通过这个质星可以得到一个特定 就是在这个特定位置上 它可以得到它的那个genoriginal 就是那个特定位置的一些字体字样什么的 然后呢它再从这个genoriginal 抓取一个convex hole突包 然后它通过这个抓取突包 对然后它再加入了一个expansion sizee 就是这里标的一个输入expansion sizee 然后对这个画面进行扩展 然后再得到了这个新的position mappn 就是它把pnoriginal把它转化成了pn 我感觉这一部分它有一点抽象 它没有具体讲 它怎么怎么怎么抓取之类的 就是它完成了这么一个refinement 然后它这个它要它要用到这个refinement 是因为那个呃它实验发现 就是原来的这个position map 它得到了这个p1到n的origin 它是比较小的 然后小的话的话呢 那个文本和视频内容 它的协调性就比较差 就是文本不能很好的被可视化 所以它就把它转化成了这个pn 然后我们现在就通过这个module 得到了这个p1一直到pn 还有ge一直到gn 然后再来看就是它这个这一个部分 就把它输入到这个text embedding injection module 当中去 然后这个module呢 是帮助把这个 它这个text对应的这些 那个visual features 就是把这个video position maps p1到pn和glyph maps ge到gn 最终那个嵌入到这个unet 这个模型里面去 这个g1g2其实是里面的文本是吧 是文本的变化是吧 就是不是就是那个text这个这个position呢 就是这个文本的位置 就比如说文本框这种 它可以确认这个这个字体 到底是在图像的哪个位置 然后呢这个glyph的话 它就是字体的风格 就比如说你有那个 比如说是times new roman 还是什么正文凯体这种东西 那这个会变化吗 这个会变化吗 它就是它就是之前的那个 就是这里面它会发现有些扭曲 这类似于这样子 就是它需要识别这个特字的特定的文本 它到底是什么特征 不然有可能就是它跟原来是不一样的 好吧 一个是位置一个是风格对吧 哎呀 呃然后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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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等过了 对对这个部分 然后对反正它就是相当于两个维度的文字 然后这些呢它就是 但是每它现在得到了有很多很多针吗 就是第一针到第n针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针一针 因为它是逐针提取的 先来看它一针是怎么提取这个特征的 就是它这个它这里分为两个嘛 就是它这个position map 它要先经过一个位置 就是position的一个卷积块 然后呢这个glyph 它要经过一个 那个字形方面的一个卷积块 然后这两个分别经过卷积块以后 再用这里的这个fuse卷积块 把它们合并 把这两方面的特征合并 然后最终就会得到一个sp sp就是它这两个方面 融合以后的一个control features 然后呢它这个control features呢 它是这里还用到了 这里有一个就是合并嘛 就是它还用到了这个zt 就是它的zt是一些噪音的输入 就是它把这个融合后的sp control feature 和这个噪音噪声输入zt 还进行了一个结合 然后把它结合以后 然后一起输入到这个control net 因为是position control net 就称它为np 然后把这两个部分结合以后 一起输入到这个np当中去 然后呢它通过这个 也就是现在获得了这个npsp 然后呢它这个它会根据这个 它原来的这个control input 它会输出一个多尺度的特征 就是npsp 然后这个npsp就等于fkp 然后呢再把这个fkp输入到这个unit当中去 对应的是这个蓝色的部分 就是2d的这个unit blocks 然后最终就这样输进去 还是输到这个 它这个其实就是为了这个video里面变化的过程当中 这个文本的 位置和文本的风格 哇又被这么大劲啊我的天呢 对然后他就是然后他现在这只是每一帧 然后他在因为视频有很多帧 然后他就把这多帧之间它是直接连接起来的 嗯 然后就是用这个方法就是把它输到这个里面去 怎么反正是然后然后对连接完以后再输入到这个unit这个预训练模型 我倒想知道他那个传统做法就是那种普通做法 那背色烂的做法什么样子的 有这么复杂吗 可能没有 我感觉没有 但是他说那些那些效果不好 然后他就设计了这么一个三个module 然后这个也就是整体的这个就是先把这个部分original 震动先把它慢慢变化成这个penpngegn 然后呢把这个东西输到这个unit里面去 然后cameracontrol也是同理的 就是把这个npsp就是得到的这个fk 呃一个是npspfkp 还有个是ncscfkc 就把这两部分都输入到这个blocks里面去 就是填到这个神经网络里面去 然后他最后得到的是这么一个公式 就是最下面这边 就是他用到了首先用到了zt zt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noise input 然后是ct ct是这个对应文本的一个嵌入 就是这个embedding 然后呢还用到了npsp 就是这个部分 他得到了一个输出 然后ncsc就是这个cameracontrol module得到的一个输出 然后这个sp嘛 就是这个p1到pn和g1到gn 这个sc就是这些k1一直到en这个这个部分 然后他们两个就是构成的就是双轨控制 就分别两个轨道 然后最后还用到了这个timestep t 然后把这些把这些要素最后生成出了一个这个final output videos 你就是主要完成的就是这个哇靠 你把他其实就是上面那一圈的东西就是为了控制文本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对对吧下面都是他正常程度文本和一个图像图像这个camera进行一个双方都控制一下 底下就是正常的diffusion的pipeline就是底下底下这一块就是正常的pipeline 然后上面他框框加了三块的东西 本质上就是在解决这个文本这个文字的在在每一帧里面的变化 对吧有position对对对 然后有什么的glyph 才就是说风风格是吧 有风格 然后他又通过了文本本身的变化以及camera的角度变化 两个一起来搞对吧 对好好明白了明白了 这就是他说的那个双轨控制 好吧 但是他那个看上面实验就是他实验的效果还是挺好的 这也是他的一些 这很细节的他就是专门去搞细节的东西对 嗯 然后就是比如说他这里是具体设置了一些就是这个图像的维度啊 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expansion size e 到底是多少啊 然后呢他说设置了一些参数然后进行实验 嗯然后呢他这个实验是从多方面进行评估的 就是首先是这个sentence accuracy 这个sentence accuracy 它是评估这个文本生成的精确程度 就是说他是不是每个生成的文本都在那个对应的位置上了 然后呢这个是得到一个精确程度的一个评估 然后第二个是叫normalized added distance NED所写为 这个是看两个字符串之间的相似程度 然后是这个fragile inception distance FID 它是看这个生成视频它这个外观质量是怎么样的 然后再后面是prompt similarity 这个是评估这个输入描述就是你给他一个描述 比如说一个人在路上行走 然后还有这个输出视频之间 它的这个在语意上面的一个相似度 就是看你这个到底实现的怎么样 然后最后一个是frame similarity 就是看生成的视频 它是不是针和针之间是联系比较连续的 而不是一针一针断开来的那种 那就反正进行了这几个维度的那个对这个可视化文本进行评估 然后先来看它的一些定性的结果 就是它这个table1呢 它是把这个hours就是我们的方法和另外两类进行了比较 它这个第一类就是这个这四个 anytext这里四个 这四个呢是用的是t2image加上image2video的这个方法 前面是t2image后面是image2video就是两方面结合 然后呢第二这个animated这边是都是那个没有分开来 就是直接t2v模型 然后呢就是跟其他现存的一些模型进行对比 然后就会发现它作者这个方法 它这个得到的parameters是1855兆 然后呢就是比之前的都小 所以是比较好的 然后呢它这个 这个sentence accuracy就是这个维度 就是它语义是比较精确的 然后ned就是刚刚说过是两个字符串之间的相似度 然后呢这个表现也是比较好的 然后在这个生存的视频的这个外观质量FID上面 它是排成第二 不及这个anytext加animate的模型 但是总体也是排第二也是很好的 然后prompt similarity也是排第二 然后最后在这个真连续上面是非常好的 所以总体就是效果还是挺好的 然后它还跟那个其他的一些现用的那个TRV模型 TRV方法进行了一个对比 然后就比如说这个Open Sora和这个Morph Studio 它这里sentence accuracy没有 就是因为它不能生成这个正确的句子或者单词 然后它这个皮卡模型是现在经常用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就是它会生成一些就是那个运动幅度比较小的一些 那个视频 然后它跟这些方法进行比较 它发现就是都是表现是最好的 所以就是说这个sentence accuracy和这个NED方面 就是跟这里这个0.79和0.802跟这个比 都是跟别的方法比都是最好的 所以就是还是改进比较好的 然后是那个定量结果 定量结果它做了比较多的实验 就是第一个是这张图 就是它这个最右边这一列是我们的方法 然后可以看到它从第一张图到第三张图 它这个hello还有这个文本背景都是比较清楚的 但是像前面几张图 就比如说第一列它这个hello就是看不太清楚 然后第二列呢 它这个svd这个hello就是这里模糊的 然后后面也是都是会比如出错 就比如说hello变成hhllllo 就是发现这些都是不太行的这些模型 然后所以说这些模型 它就是虽然可以理解这个上下文 但是它就是你经过帧数久了以后 它就没有办法保持这个文本的一致性 然后但是我们的这个方法就是hello 它就是可以一以贯之的 所以就是效果比较好 然后再是别的另外一个实验 就是它这个是一个小姑娘穿着一个beauty的衣服 就是一方面看我们这个最右边一列 就是它这个文本和背景融合的是比较好的 几乎就是印在这个衣服上的 而另一方面就是说 它这个图像一直是比较清晰的 因为这个女孩这是个饰品 就是这个女孩子一直在动 但是它这个beauty的清晰度是没有变的 而且它相对于 它这个选的图片 从视觉美感上来说也是它这个最强 是故意这么选的吧 我感觉它这个就是AI生成的一个图片 对啊 其他都是比较靠近真实的那种那个脸的人 是吧 但是它重点不在这个 它重点应该是在文字上面 它重点其实还是在文字上面 所以说前面这个模糊了 它这个模糊了 它这个意思就很清晰 比如说这里是模糊 这里是扭曲 然后呢 它这个beauty就是它这个 它这个那个相对于这个衣服的位置也是不变的 但是它这个主要是输进去了一个就是文本描述 然后输出来这些视频 就是就是它这个方法确实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美感特别强 但是别的方法就比如说这个anytext这两个方法 它就是根本没有办法生成那个文本输入对应的这个海边模型 然后就是就是这个没有办法做到这个背景 然后这个文字呢要么模糊要么扭曲 所以都不太好 然后再是这个方面 这个方面它是输入了一个文本提示 这是最下面一行写的two bags with the word christmas designed on it 就是要两个袋子 然后同时要有christmas的字样在上面 然后他用了不同的方法 然后就发现还是他自己这个方法就是既有两个袋子 又有这个christmas这个字样 然后别的方法都是要么christmas不太清晰 要么就是不是两个袋子 反正就是语意捕捉不是很精确 就发现还是他的方法textanimator这个方法比较好 然后还有后面就是说 他这里又进行了两个实验 然后第一个实验是这个figure six对应的 就是他这里是第一个低幅图 他这个是a coffee mug with cafe on the office desk 输入这么一个文本 然后第二个是a bottle of milk with milk 然后他这个运动图像是从这个从右往左运动的 就是先从右边拍这个杯子 然后再到左边拍这个杯子 那就发现他这个字字字符基本上都是保持一致的 就是也是比较清楚的 然后右边这张图是是他在这个基础上 就是还调整了一下这个那个运动的速度 就是他输入的文本是a delicious and square cake with the words happy 然后呢他这个是1.0的这个速度 然后这两这两行是4.0和6.0的速度 可以发现他加速以后基本上这个字体结构还是保持不变的 然后所以说就说明他这个方法还是可以控制这个视频的倍速的 还有这个拍摄的运动速度就是不会影响这个字体的结构 所以也是说明他的方法比较好 然后在后面他又进行了一个消融研究 进行了一个消融研究 就是就是他这个首先是前两号 就是因为他是双轨控制嘛 又用到了这个camera control 又用到了position control 然后他就去掉其中一个单轨看看效果怎么样 就会发现他这个NED这个方面 还有相比于这个full model 0.802是进行了一个下降的 然后这个sense accuracy也不及这里的0.779 就说明这个单轨控制 双轨控制是比较好的 然后呢再是这个position refinement方面 就是刚刚那个那个module里面有一个refine这个功能 就是把PE到PN original转化成PE到PN的 然后这个方法就是就是通过这个数据的比对 也证明了这个refine它是比较有效的 然后在后面他调整了就是那个输入的那个expansion size 他本来刚刚那些实验 他输入的expansion size都是固定的都是1.2 然后他现在调成0.9和1.4 一个小于1.2一个大于1.2 然后呢他就会发现就是比如说小于1.2的时候 这个0.9他虽然对应的这个那个sentence accuracy是比较精确的 就说明他这个文本生成是比较精确的 但是他这里那个视频的质量和外观方面 他就变成了181.9就是大于这个180.6 所以说调成小于1.2的其实效果也不是很好 而在大于1.2的方面 他这个0.767是小于这个0.779的就是accuracy不太精确 具体来说就是他说有些字符它是会重复出现的 所以说他选的expansion size等于1.2的时候是效果最好的 然后得到的是这些数据 所以总体来说他就是设计了一个text animator模型 发现他比现在市场上有的一些text to video 或者text to image加上image to video的模型都要好一点 就扣细节了 他这个模型就是扣细节了 没理想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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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